上一集就跟你講完風火水電梅的水 今集就跟你講電吧 Eddie 我們現在就講了風火水電 電是怎麼看的 很簡單 其實入到店鋪你會看到一堆電線 有時有一條粗喉、鐵蓋 你會看到這個電箱 平時有個蓋體看不到裡面 現在開了更好 其實電可以看幾大 就是這個最大的按鈕 一般是最底的 這個按鈕上面有些數字 寫到多少A 你就知道自己是60A、100A、200A 全部都看到的 這個就寫著100A 對 100A 有些人問我怎樣看三相 三相其實很簡單 你看到這裡有三條線 就在三相 單相那些其實是一條線 就是這樣 有沒有二相、五相、四相呢 香港就是單相和三相 所以是單相電 三相電 沒錯 為什麼要單相 為什麼要三相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最簡單的道理就是 單相是少電一點的 你幻想單相就是一條電線 所以如果單相的60A 是只有60A那麼多 三相的60A 就等於三條單相的60 就是三條單的60 就是這麼簡單的 我聽說可能供電比較穩定一點 是 當然這個是幾乎 當然你真的算下去是相差一點的 是的 幾乎 其實有些單相電 三相電 60A、100A 那要多少電才夠用呢 其實一般如果這間店 千多呎 其實一定要三相電才夠用 就是爐具很多 二來還有先鋒、秋氣、冷氣 每一樣東西都用電的 那你想想如果單相電 其實我們可以講一個簡單的計算方式 給大家意計 香港行220B 簡單來說就是單相電60A乘200 就是等於多少W 就是多少火 那你例如每部微波爐 一部微波爐是900火 有些電磁爐3000火 你先將爐具加起來 再加上一些冷氣、先鋒菜 這些你可以找我計算 計算完之後 你有個總統 例如是30000火 30000火 其實你一樣道理 就除220 火就是W 就是W 俗稱就叫Watt 就是香港人叫火 就是廣東話 那你除開就知道自己夠不夠電 那一般我建議客人先自己計算一下 因為說真的 開壽司店、開雪糕店、開飲品店 開中菜、西餐 火數用法都不一樣 但如果火數用量大 你又不夠電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 這樣就很簡單 人們就會想第二樣燃料 因為電也是其中一個燃料 另一個燃料 香港最普遍就是煤氣 就是風火、水、電、煤的最後一種 煤氣就是想到最後再說 所以電 但如果假設你的電 不夠 那是跳濟 是火徑 還是煤氣 其實一般都不會著火 香港都很穩定 一般是跳濟 你不夠電 不過你如果計算好數是不應該跳電 是 那跳濟又不會回復電 因為你已經不夠電 每次拍攝都可以跳回 那我們建議是怎樣 假設間店不夠 其實要考慮一個叫上升總線 即俗稱叫加大電力 有個上升總線同業表去填 要找業長的法團簽名 在這一步有時都要花點時間去研究 不是每間店舖做到的 所以去回家電的時候 不是每間店舖都可以加電 如果不是每間店舖都可以加電 因為它好像是中電也好 廣燈也好 派了給每棟大廈 有個總數 對 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中電或者廣燈 派了給那個大廈 大約是400A、300A 總數是400A、300A上 你想想如果地上有三間店舖 個個都說自己要拿100A、200A 根本就不夠電 還沒計算樓上 所以中電和廣燈都要確保 供電穩定是不會給你入面加的 剛剛說起來 地鋪通常是三場電的 是 住宅通常是單像的 通常而已 不過新樓現在都三場 新樓也是三場 因為沒有煤氣 因為沒有煤氣 所以電的時候不夠就可以嘗試申請 但要留意的就是 就未必到處都申請得到 最難過的就是 業主立法團 沒錯 那如果業主立法團不批呢 不批就沒辦法了 都不怕跟我們說是沒辦法 就要想其他燃料 例如石油氣、煤氣 就是要想其他 而最簡單是什麼呢 就想辦法 我經常跟客人說 既然加不到 你欠多少 說不定你欠10A 不如想辦法 剪掉一些爐具 或者我們做一些switch 就是做一些控制系統 開完一個爐 另外一個爐開不著 要關這個爐才能開得著 我們自己內部做些事情去覆蓋 但我聽說 未必是你的做法 又夠電 又在旁邊的舖 怎樣拖點電過來 即是偷電 不知道是不是偷電 是不是有這樣的東西 的確可以 不過一般隔離舖都沒有電 借給你的 都不怕 事實上是沒得借的 都難的 不如想自己如何控制爐具的數量 或者用其他燃料 還有四油器和煤器想 四油器和煤器 都不算下用電 是 一提你教的體便 就說這裡是三上100A 但我們的盤子寫是三上850A 為什麼呢 沒錯 因為外面有分錶 一個主箱 可能會分給廚房 還會分給TAMMY 這個就很簡單 這個是主箱 你看到很大塊 上面寫明150A 是啊 有一個很萌的字帶可以看到的 所以整間店鋪 就是主箱150A 在說的是三上電 是 100就去了廚房 派來這裡 然後10就去了TAMMY 不是加起來250A 是啊 不是的 今集就跟你講完 風火水電梅的電 下一集就跟你講最後的梅 灣仔巴路市街14號 景都大廈地下 鋪位延正照造 鋪位為大單邊物業 建築面積約1400平方尺 面向巴路市街門闊約22尺 另一面面向交加里 門闊約50尺 城租該鋪位做生意有四大優點 優點一 位置優越 鋪位為大單邊物業 連接巴路市街及交加里 進行兩邊人流 優點二 好營市正 鋪內寬敞 空間感極高 實用無處間隔設計 開側擺位容易 優點三 配套齊備 鋪內附設來去水 煤氣及三上150A電力 並設有入契洗手間 適合各行各業進住 優點四 客源充足 根據灣仔區議會資料 灣仔區居住人口大約有10多萬 另外再有多達60萬的通勤人口 每天上班上學 而鋪位正位屬商業 住宅及學校交會地段 附近有多棟商業及住宅大廈、學校及教育學院 逆輪近職業訓練局大樓及鄧少堅醫院 租舖做生意 將受惠區內多元消費力 經營食市更不受客源 舖位現證招租 物業現叫租14萬8千元 合資格租戶可享高達50萬服務式商舖開業資助 歡迎聯絡我們